很快到了学乃搬家的日子 本来今天我该上班的 不过我用一顿午饭作为答谢 与小木对调了轮休时间 然后穿着一身不同往日的休闲装束 就是一身休闲服来到学乃他家 难得的休息日就叫你来帮我搬家 真是抱歉 拿的话反正我平时在家也是无所事事 而且你上次请吃晚餐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呢 这点小事你还放在心上 虽说轮休的日子无所事事是事实 但也不能跟他讲说 我是特意找小木换了班来帮他搬家的 何况说回理什么的 只不过是找个借口 其实是因为我担心着他的安慰 这种想法更是说不出口 当然了学乃也不可能知道我的想法 他找来了快很大的印花手帕包住头发 然后用灵巧的左手敏捷的包装起香来 哇一句 一句你要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一切都解决了 这也有点 太直接了吧 对一个未亡人展开这么猛烈的公司 还要等他稍微平复一下情绪吧 前几天还进过这个供奉牌位的小佛 这个是小佛坛吧 这个字怎么念好像是龙还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小佛坛 已经不在了 可能是已经被他装枪了吧 他一个人的时候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来收拾那些东西的呢 他曾与失业潦倒的丈夫一同搬来这里 如今却是把王夫的灵牌从这个自杀之地带走 经历着这一切的他心情是剧烈的痛楚 亦或是无穷无尽的悲伤呢 无法想象 也不敢去想象 老敢君怎么了 一直在发呆 啊是不是累了呢 不不 这点活算不了什么的 刚才只是稍稍微有点走神 啊就是恍神啊 恍神了一下 我是来帮他搬家的做着发呆可就太不像话了 我为了自己啊 我为自己鼓了鼓励 专心自制的把物品给打包 打包啊打起包来就是帮忙装箱打包了 说起来私人物品几乎都是他自己收拾的 我负责的都是输册之类体积较大的东西 啊这 也蛮正确的啊 反正就是私人物品才知道要怎么收啊 而一方面也是也不要去碰到人家影子的东西 像这种书册啊 或是一些家电之类的啊 反正就是体积大的随便丢进去装一装箱就好了 打开纸箱把东西拆进去 再封好纸箱 在侧面上写上里面装了些什么 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活 啊就没有比这更简单的工作 啊血奶谁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都在默默的埋头打包 原本东西就很少的房间越发空旷起来 我开始整理最后一个书架 我打开手边的纸箱 把架子上的东西一一放进去 古色古香的画册 好几本厚厚的美术 美术史年剑 还有很多用过的笔 夹杂的灰 啊夹杂的碳条的碎屑 啊碳条的碎屑 那他们有时候花花会用那种碳笔啊 所以就会有这种什么碳条的碎屑 应该不是用来烤肉或是什么之类的吧 拿起美建物品 似乎都带着他那柔和的芳香气息 感觉和我自己的东西完全不同 把东西一一搜索后 抽屉的底部露出了一本破旧的写生布 写生布就画 用来自己画画的画册了 查册的封面已经发黑 曾经点缀在上面的丝带 如今也已经破旧不堪 要把刚好与抽屉大小完全一致的写生布拿出来可不容易 我一边小心翼翼的避免折坏他 一边尝试着各种办法 经过一番苦战 总算是要把他取出来了 也许是过于专注了吧 他在我背后叫了很多次我都没听见 直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才反应过来 小肯军 这是最后一件咯 哇 要是注意到他在叫我的话就好了 但因为我太过疏忽 结果吓得把刚刚从抽屉中取出的写生布给掉了 掉在了地上 掉在地上该不会就这么刚好打开了 打开了其中一面 其中一面的话 刚好又是什么影响剧情之类的重点画面吧 对不起 啊不是我不好 把这么珍贵的写生布掉在地上 对不起 幸好写生布没有摔坏 翻开着 翻开着着落在了榻榻米上 我打我在打开的那一页画纸上看到了一条啊 猙獰盘曲的龙啊 那个是日光的啊 什么日光 结生布上那一条哦 纳线条粗犷又不是灰鞋的龙 以日光东造工钥匙堂的天花板上画着的 明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 这条龙应该是 他们在祭拜的庙里天花板上的一个图腾吧 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他应该是去什么钥匙宫那边看到这个东西把它画下来吧 真厉害你很内行嘛 死老耿君 哪里不过是因为小时候去看过所以还记得 先不说那些这是学奈你画的吗 为了学习特意去日光 临摹的临摹就是 临摹就是 边看边画 也可以说是像是素描吧 像素描的那种画法 真的了不起 我能再看看其他的吗 好难为情啊 不过因为是死老耿君我就特别批准了吧 那怎么怎么还讲的这么暧昧啊 好难为情还要让我看看啊 是不是 越难为情越让我看 真的是 翻开了写生簿 学乃临摹的世界各地 名画不断映入眼帘 每一页都有着变化鲜明的笔法 简直就像是魔法一样 连我这个对绘画一窍不通的人 都不由的看了入你 不然写生簿被没收了 好啦 到此为止 不要这么目不转睛的看嘛 好难为情 哇 这个 这个画真的是相当暧昧啊 画得这么好 怎么会觉得 难为情呢 好啦 别快别夸我了 我看差不多都收拾完了 喝杯茶吧 好啊 好啊 我这边也收拾完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找现成老爸的feel啊 啊 现成老公的feel啊 高挂天空的太阳 不知何时已牺牲 房间里晒满了暗黄色的余会 啊 如果是 老根军的华可以哦 那这个真的是 太暧昧了 是不是 这个主角应该也 对他这个初恋情人相当的有意思啊 但是为什么三代没有在一起呢 应该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吧 只剩几个小时堆着的纸箱 这里就像是清冷的残房 再也感受不到谁的气息 曾经在此上演的悲欢离合 都已经消失的无意无中了吧 只有被太阳晒成了茶色的榻榻米 还记录着这个房间里曾经流逝的死光 是刚从自动售货机上买回来的吧 学来递给我的 瓶装茶 冰凉庆兴 原来 这种东西还留着的呢 我都完全忘记了 这个 应该是 难道他们家没有冰箱吗 所以是刚买回来 才是冰的 学来满怀着 眷恋 抚摸着写生簿的封面 然后把他小心翼翼的收紧纸箱 好 明天会开台吗 明天 呃 应该 开 不会开那么久 但是我会把 如果我有开我都会把记录就是 呃 做好 传到YouTube上面 我会开的话 不一定 看看 老师我看看 不过会都留记录在YouTube上面 明天会开台吗 就是 呃 不一定啊 但是我有开的话 我都会把记录弄在YouTube上面 所以不用担心 好 呃 晚安啊 啊 明天要上班 晚安 早点睡 还不会迟到 这样 好 啊 今天也差不多 快要开得差不多了 好 全奶满怀俊恋的抚摸着写生簿的封面 然后把他小心翼翼的收进纸箱里 全奶高中时你也经常独自呆在美术室里画画呢 是啊 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只有那个时候才是快乐的画画 是吗 史拉肯军不知道吧 啊为了考上美大 美大就是美术大学 而冲刺复习可是相当艰苦的啊 专业知识方面啊 还可以靠实际音乐过关 但考实际记忆时 这么做就行不通了啊 就是他们有一种啊 数科啊 数科就是烤素苗啊 水彩啊 啊 甚至有一些还有毛笔的这些 是吗 好晚安晚安晚安 好 早点睡了 是吗 我参加的国家公务员一类考试 晋升高级公务人员避过的关口 虽说是难关 但只要调理清楚作答即可 所以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简单吧 所以说参加警察的考试 是只要考比试 因此要成为一名警察 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技术 或是艺术类标准 所以对此不做要求 现在也不用考试了 不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画画了吗 这句话刚说出口 我就恨不得再把他吞回去 我都说了些什么啊 学乃从物的表情中看出了我的想法 他温柔的情声达到 没关系不用太在意 对啊 我们的主角怎么忘了 我们学乃他的右手受伤了 弹缓了 没有办法用 根本就没有办法再举起画笔了吧 学乃纤细的啊 左手污在了右肩上 像是要互助他似的 无法抬起的右肩 对于画家来说 守汗子都是重要的工具 而且是无法替代的工具 我在他的伤口上狠狠的撒了一把鹽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自言自语式的反复是说着对不起 考试录 不过有些难度 加油啊加油 黄昏已经摘掉 暮色渐浓 黄昏的阳光从魂外斜斜照 未来几年打算走考试录是说要考国考吗 其实我觉得啊 国考算是在我们一般 一般来说就业里面相对稳定的路 不过啊我们现在国家好像啊 有点负债负债有点严重啊 真的是啊对现在有点有点糟啊 这个之后有机会再谈吧 就是我们国内的现在啊可能一些啊 反正经济啊这要谈到经济了 反正也快要关台就就就闲聊一下吧 这最近应该大家都有感觉到一股 比较不好的气息了吧 其实没错啊 司法特考或调查局特考 啊调查局特考好像有一个讲说什么 30岁30岁以前尽量去考啊 那个跑跑那种外情的啊 薪水很高啊调查局特考 建议去考啊那个薪水很高 听说有七万八万吧还蛮高的 那么说到啊最近啊最近 哇一检师执照哇那很厉害啊 同时还可以考一检师执照 再去考那个调查局特考啊那 加油啊应该考上次很顺啊 那说到这个就是最近啊最近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有点全球不景气的那个氛围又开始 开始笼罩上来 类似有点像2008年那一波啊 那一波不景气啊 这一次又要开始上演了 有人说估计大概这一到三年内 还会重复那一段 那一段就是不景气的失业潮啊什么潮啊 所以呃 好吧那大家就尽量 还是要撑过这段时间啊 好那继续再讲一下下啊 把这剧情稍微推一下下 推一下下就准备关台了 啊 窗帘已经摘掉 暮色渐冬 黄昏的阳光从窗外斜斜照路 阳光里游走着明明暗暗的浮沉 沉默在房间里堆积着 哈哈 叫某党把党产吐一半就很够了 啊怎么可能吐出来呢 早就已经 早就已经搬光光了 啊 好 一阵敲门声打破层级 让已经停滞的时间再次流动起来 拳带打开门 门缝里露出一张似曾相似的脸 啊 古官太太 原来是公寓的房东 他看见我实际也是一脸的 压抑 啊 不过可能是因为怕惹麻烦吧 他没有问什么 事件很快又回到了玄奈身上 不好意思 在你搬家的时候来打扰 没关系 您是来收剩下的房租和钥匙吧 先稍等一下 我这就去拿 啊对 退租的时候会 会这样就是 把钥匙缴交回去啊 还有把 哎 房租剩下的房租 不太确定 我们这边呢好像是 反而要跟房东拿之前的押金吧 他从塔塔米上的手提包 取出了一个信封 确认一下里面的东西后 就交给了房东 那我收下了 虽然时间不长 但陈某您照顾了 给您添了很多麻烦 实在很抱歉 哪里 一瞬间 房东的视线移向了我 但很快又落在了地板上 那你继续忙吧 我先告辞了 好的 太谢谢您了 玄奈还深深的鞠躬致谢 他前面的门 咔哒一声关上了 呼 该做的事 基本上都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就把东西搬出去就行了 东西要怎么运走呢 我请了搬家公司来运送 也差不多该来了吧 诶 这怎么 怎么了 话音刚落 外面就传来了排气声 好像有一辆轻型卡车停在了公寓楼前 好像来了呢 接下来我 不用了我来帮你吧 我把卡车都给你送上 我把东西都给你送上车去吧 帮忙搬上卡车 天快黑了 这样就可以快点搬完 我导致省事了 你不要紧吧 不要紧 警察本来就是靠体力的嘛 不过自从被调到边赚事后 我主要从事的都是文字工作 上车 要上车 要水桶了 上车 拍一拍 所以 现在早就 现在 所以老早以前就失去了 当上警察时的腕力跟体力 在初恋情人面前 保持良好形象的代价就是 明早起床以后必定 温身腰痠配痛 腰痠背痛 尽管如此 也不能 让一只手不方便的他来做这些事吧 我挽起袖子扛起了指向 我踏着 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 狭窄楼梯上上下下 把箱子一个接着一个搬到了车上 夕阳消失在街道的镜头 淡淡的夜色开始笼罩石头时 房间也搬空了 没落下什么吧 啊没有 我们两肩并着肩站在门口 打量着空空如也的房间 我的视线下意识落到了玄关附近 难道说是又 不由自主的看向了那个画吗 就在此 我忽然发现 咦 怎么了 掛在这面墙上的镜子上次被小木打碎了 所以当然不会有镜子 不蛋 之前那个画消失了 这里应该有幅奇怪的画 画 全乃满脸的疑惑 没错 这里 镜子后面明明应该有幅诡异的画 现在却不见了 那面墙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只隐约浮现出太阳晒出的木门 木纹 用手指摸了摸也没觉得什么不对劲 是你的错觉吧 看错了吗 就好像是半夜里把天花板上的结痕看成是人眼或别的什么 结痕不太懂日本的天花板是什么 反正就是天花板上的东西把它看错了 也许 是这样吧 嗯 可能就是这样 这里 当然应该什么都没有 看着满脸疑惑的雪奶沃 可能是我以前看错了吧 这个地方我们存个档啊 这次就到这边为止好了 先存个档